38岁 英国华为大学硕士工程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屈嘉林 今年38岁 曾经在中国航天巡航导弹生产基地 做过5年的导弹结构设计工程师 在英国读了我的第二个硕士学位之后 又在英国做了5年的工程师 因为我性格比较外向 所以自然而然地走到了技术销售的这条路上 所以我理想的职位就是高科技产品的销售 希望我可以像董明珠一样做出优秀的业绩 并成为公司的高层 更希望有照一日 我可以成为企业家中的一员 重返非你莫属的舞台 悠哉悠哉地坐在态势椅上来挑选我喜欢的员工 梦想总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在座的各位有识之士 共聚一堂 希望跟你们成为朋友 谢谢大家 韦老师好 你好 三十八了 看不出来呀 像十八是吧 对 三十八 从这个外表上看不出来 但性格上 从她的简历和她刚才的自己的介绍 这姑娘挺没心没肺的 她说你们悠哉悠哉地坐在哪 你以为他们真的坐得很舒服吗 其实他们挺累的 而且我看一下你的这个简历 你是多少年出的国呀 09年出的国 就认识了一个英国绅士是吧 是的 怎么跟绅士就掰了呢 分开不是因为文化差异 但是在一起是因为有文化差异 这封纱在上面 对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就这位求职者 就有两位母亲在现场 她的母亲 她自己也是一位母亲 而且她孩子特别漂亮 你看看 那个小鬼 我有一个会随宝宝 叫齐伊森 看见没有 她叫什么名字 齐伊森 伊森说我叫齐伊森 那是外婆是吧 是姥姥 姥姥 姥姥不就外婆吗 会说中文吗 会一点 会一点啊 她多大了 四岁 四岁啊 漂亮 今天是母亲节 你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对你的母亲说什么 作为一个单身妈妈 我没有母亲的帮助 是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 所以妈妈对我的付出是 我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我希望妈妈可以 一直陪着我跟伊森 我跟伊森也会一直陪伴着你 谢谢妈妈 你过去拥抱一下妈妈 妈 别哭 来 一起抱抱 抱抱 我妈妈这个角色 就相当于一家三口当中的爸爸 可以想象我妈妈 是多伟大的一个妈妈 我爸爸其实身体不是很好 但是他不愿意来北京 我妈妈就自己一个人跑过来帮我的孩子 但是我知道我妈妈给我付出了多少 为什么当时那么想出国啊 源于我听了余敏洪老师的一句话 他说世界是一本书 中国只是第一页 他是个有偶像情节的人 能从偶像身上获得力量 在国外除了读书之外 有没有打过功啊 我顺势毕业之后 在英国非常幸运地 被一家英国本土的公司录取了 当时几千人 我们学院几千人 三个人留下 什么岗位啊 就是销售的技术支持 那你要销售吗 也要销售 但是没有提成 协助销售 对的 那怎么后来又回来了呢 跟离婚的关系很大 但是我觉得即使不离婚 我也早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有没有找工作 最开始呢 还是替那个英国的公司做一些事情 后来我在一家无人机公司工作 也是很幸运的 很快就被提拔到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 也做出了一定的业绩 在第一年的时间里 我非常努力地去联系 所有我能联系到的资源 就是说我的人脉资源很丰富 我只要把他们都联络起来 就是很强大的一个人群 你人缘挺好的是吧 是 谢谢 你面试的岗位到底是哪几个 第一 第一可以是销售经理 可以是销售总监 如果我做得好的话 我依然可以做到分公司的总经理 因为各位企业家 你们看得比我看得清楚 如果你们认为我胜任其他职位的话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好 薪酬底薪是多少 底薪我希望是一万家 底薪加提成可以达到50到100万 我希望在北京 我觉得先想清楚一件事吧 你善份工作1.5万家提成 现在就年薪百万 那翻一倍的原因是怎么了 我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翻一倍 而是说我希望这个公司 它的这个底薪加提成 这个总的income 不要填膨太低 确定一下销售经理 月薪底薪不低于一万 对吧 来 第一轮选择薪后来 冯雪清女33岁河北人 石家庄外事职业学院大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株雷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我叫冯雪清 来自河北张家口 毕业于石家庄外事职业学院 大专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我是一个务实勤奋 吃苦耐劳 有上进心的人 毕业后主要从事过电话销售 电商化妆品运营 主要负责的渠道是 京东 巨美 唯品会 天猫超市 淑宁易购 等平台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找一份 有关于电商 助理 营销市场的 相关工作 希望得到各位企业家的 青睐和支持 谢谢大家 孟老师好 这姑娘感觉 偷了妈妈的衣服和高跟鞋出来 是啊 好小啊 啊 你猜他多大啊 多大我看看 三三 他八七年 你三三了 对啊 看着好小啊 对啊 看着三二十二 小学生 我刚才还以为走错了呢 不 你是哪晒得这么黑啊 我就是这种黑皮肤的人 原来黑嫌小 改名我也晒黑一下 结婚了吗 没有 有男朋友吗 没有 就是我把精力都放在那个工作上了 企业应该好喜欢这样的姑娘啊 专注于工作啊 那你工作上是不是特别优异 绩效还可以 挣到钱了是吧 也没有挣太多 你别这么笑笑的我心里发肾你知道吗 哎 你说说吧 你这十年工作有多优异 赶紧 反正你进来来找工作 然后我主要是做化妆品的 最突出的一份工作是索旺 然后是个喜护的产品 我们也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运营 在所有渠道有五千万的一个销售额 你干什么 我主要负责的话 就是B2C这边渠道的运营 像京东聚美唯品会 然后苏宁易购这些平台 说说你的具体的工作内容 好多地方都要你这样的人 是吗 太好了 我急需一份工作 特别特别需要 赶紧说你做得怎么样 我做得挺好的 然后我主要负责的 你不能只说挺好的 你得说具体的 具体的工作内容的话 就是说和平台的对接 然后包括文案策划 然后和设计的对接 和物流的对接 包括一些促销费用的谈判 然后都是我们去谈的 包括一些公关 都是我们去做的 你现在辞职了没有 辞职了 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停久了 停久是多久吗 你停好的停久 到底多久 这就是刚刚 那你又要说挺久的 你不听 挺有意思 我可以说多久了 挺久的 到底什么时候 刚刚 打造过爆款 爆款的话 就是有沐浴露 然后和身体乳 这两款 怎么打造的 就是通过和平台的 一个对接 包括一些资源的对接 还有一些刚才所说的 一些活动形式的 那个促销活动 你对我们的企业 有哪一家是比较了解的 那个我了解的是 卖衣服的 初语 知道吧 初语 对对对 假如说618就要到了 如果你是他们那儿的工作人员 618已经在到 已经到 你怎么 哪还没到 促销期到了 88的最大 88的促销 你打算在这个 上面销售额做多少 那流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引路 然后爆款啊 节奏啊 你有没有考虑清楚 大处的话 提前一两个月 我们都有在准备了 然后包括备货额上 我们也会有准备 包括库存上 都会有准备 然后营销的话 就是说一些活动 然后包括一些附带的赠品 我们都会提前的准备好 那你的这个底下的团队 有多少个人呢 底下 你是作为主要的负责人 带的这个团队做 还是说你自己只是一个 时操的一个人员 他肯定是时操的 时操的也有 带人的也有 因为他刚才说 他对接了好几个平台 如果是他对接好几个平台的话 他应该是负责人 才能对接好 对 那你一个人就是 运营总监的 罗安 按照你说的 底下要负责这么多个平台 没有到总监 到经理 总监下面的 负责对接平台的人 做的这个销售额最高的是 做到多少 最高的话是 五千万和七千六百万 五千万七千六百万 是年销售额还是 对 年销售额 年销售额五千六百万 那你如果到我们公司来的话 你 还没说要 还没说要 好吧 没有 那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质疑 因为你上来之后 其实你的人是讨喜的 然后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你 但是你从一一年 到现在 应该将你做了快十年的 电商运营对吧 然后呢 你上一份的工作是 十五K 然后你为什么选择 现在八K降一半 来做这个电商运营 是什么意思 我没 降一半的话 是因为中间 我会有一个空档期 所以说我就降薪了 所以你觉得 你的空档期 按照如果你是 对自己的工作能力 或者你的工作背景 或者工作经验 来讲 非常有足够的信心 来讲的话呢 最像基本上 其他的选手都会持平 那我会 我有什么样的能力 一二三 我觉得我能带来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我不愿意来这个新的企业当中 而你选择这个降低了一半 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你对你的工作 这十年的工作经验来讲 你是没有信心的 你说像你刚才说 断档了 为什么断档 断档的话是因为家庭有一点事 所以说中途就断档了 是家里有人生病了吗 对 有人生病了 然后父母生病了 所以我回去照顾了 那你为什么要降一半的薪水 我想说一点是 我对我自己的专业是有信心的 降一半的话是因为 就是中间一个空档期 我考虑到可能对企业来说 也是一个风险 所以说我就降了一半 你想争取一份机会 对 是 是 其实这是个优点 学青我其实想说的就是 你原来的底薪是多少 是15K还是底薪加绩效 底薪加绩效 底薪是多少原来 底薪是8000 所以其实你按 所以一样的 原来是持平 对 然后部分的话再拿绩效 对 对 那也并没有交加 对 那就OK 那这个事就解决了这个疑惑 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PPT 第一页的话 主要是一个文案策划 是交给设计那边的 它主要里面体现的点 就是文案策划 然后产品卖点 第二页的话 主要是一个整个大盘的业务分析 会分析到每具体的每个月 然后做多少 然后最后加起来 总的一个销售额 最后这个是一个平台的分布 主要体现的话 就是说业绩产出的一个分配比例 没了 谢谢 没了 谢谢 它还挺干配的 其实我会觉得 它那个速度太快 大家都没有看明白 它自己看明白了 就下一眼了 说明它其实平时很少展示这些 向别人解读数据 你应该很少做这个事 就是年中年末就两次 但是你的工作过程当中 经常跟别人会沟通这些事 做电商的话 我们主要就其实是线上 就是通过QQ什么的 就是很少用嘴说 所以口才就不太好 来 两位 学青 我觉得 刚才你展示数据 是非常有亮点的 如果你在数据背后 作为你这个行业资深十年 你加一行结论 比如说这个数据告诉我 什么时候是旺季 什么时候是淡季 然后哪些媒体 它的投放量 比较符合我们品类的 这个聚焦点 我应该怎样去做 那你就是说明 你是专业人士了 如果你是马术军 那你就初级人士 可能你就是把结果 呈现在那 所以没有结论 一定要有结论 十年的人 是不可能不总结规律的 而且计较汇报 肯定会想下一个季度 该怎么优化的 明白 来 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两盏灯 还好 那个还在 那个还在 来 天生我有才 两位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领导让你带一个 他亲自招的员工 你发现他是个职场 老白兔 能力很差 请问你会告诉老板 还是装不知道 啥叫老白兔 我都不知道 什么叫老白兔 在职场待了很多年 但是呢 是不是没有太多的 那个基本功能 那就老油条啊那是 你自己想吧 首先第一点 然后就是我之前 因为带过人嘛 就是说我培养新人的话 基本是很快的 然后我可以把一个新人 然后迅速培养上来 然后培养到 符合我的标准 然后第二点的话 他如果能力特别差的话 我会选择去跟老板讲 或者是 我不会直接讲 然后我会找到一些 他的弱点 然后去跟老板讲 去换掉这个人 说完了 这个雪青的解读啊 和他前面的反应 一样的 是一个非常老实 朴实的人 当他遇到了这种 智商老白兔 也是直接就告诉老板 他是 并且是用视力 或者是数据告诉老板 他有什么样的缺点 我觉得反映出来 就是你确实做事啊 是踏踏实实 另外前面呢 你在展示一些PPT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 不完美的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PPT 做的不是太好 讲的不是太好 这也说明啊 你是一个资行层的 做资行 另外呢 在层位不是太高的岗位上 但是呢 能踏踏实实 也能做出一些业绩 但业绩呢 也不错 因为看你底薪过去 八千能拿到一万五 但呢 也不算太好 就是说一个中上等的 一个员工 我问一句啊 雪青 我看你四次离职原因 全部写的叫做 个人发展离职 那你到底对自己的 个人发展是什么规划呢 规划的话我是 因为我之前做这些 刚才也说了 都是那个B2C这边的 就天猫这边的 我可能接触特别少 所以说 我这一块的方向的话 我还是天猫也特别想做 把天猫这一块的业务 熟悉起来 然后整个我操盘 整个电商项目 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轨道 这是你希望找到的工作 给你提供这样的工作方式 对吧 对 我可以前期先从我熟悉的 京东聚美维品会来做 如果你从化妆品 转到女专的话 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我们品牌啊 就是如果你转到 我们初语品牌的话 你觉得你能够 为我们的天猫 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你刚才说 想转天猫嘛 对吧 对 天猫的话 我可以说天猫的话 我手里有一些 直播的资源 然后抖音快手 达人直播的资源 还有一些威亚李佳琪的资源 这些都可以来做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好 谈钱不上感情 来 八千八千 都满足你的要求 这价钱还要谈吗 不谈了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我入职的话 会不会前期有一个人 来带我一下 我先说一下 然后当下是因为 我们今年刚做了 美赛繁星这个电商板块 做的就是化妆品 所以我需要的是 这个行业成熟的人才 可能没有人带你 你需要带更多的小白 这话 你有十年的工作经验了 任重而道远 这边有没有人带呀 肯定有人带 对 对 对 我们纯电商 明白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出与服饰 美在当下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出与服饰 她还是需要人带的 谢谢你 姑娘 再见 好好干 出与服饰 一方面是因为她是服装 我对出与服饰也很感兴趣 第二方面 然后是因为她说 入职以后会有一个人带我 然后所以我选择的是出与服饰 那我怎么不执上了 我觉得我执 要不咱们再来试试 带来PKPK 这个妹子绝对是继 北大才子李晨之后的右翼王者 面对老板质疑丝毫不虚 不仅当场向对方发出挑战 甚至还将老板对得哑口无言 让一向喜欢看热闹不闲时大的土壘 变得更加兴奋 有理有据 牛 堆死了他 这个身穿三件头西装的妹子 名叫姚春艳 她虽然是学习建筑工程管理专业出身 但擅长的工作却与之毫无关系 她曾在北京做过五年的电商运营 拥有丰富的电商运营管理经验 这样的人才之所以会在上一份工作离职 完全是因为她想要回到老家天津工作 土壘在看过她的简历后 得知这是一个彪悍的妹子 随后便问她对待上司是不是也彪悍 你对你的上司的态度彪悍吗 如果她说的对 我可以失踪 如果说她说的不对 我可能说看什么场合 土壘之所以问出这样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在姚春艳的简历中提到一件事 曾经的一份工作的老板 想让她造假一个资质 然而姚春艳是一个眼里柔布的沙子的人 十分不同意老板的做法 随后便与老板发生了争吵 我说你这资质不合格呀 然后她就跟我吵嘛 回来她就说工资扣工资 我说那你扣看看 扣了吗 没有 后来她说又说扣 然后我写了辞职 然后我写了辞职 写的理由就说老板无辜扣工资 然后她让我改理由 然后就说不扣了 在了解了这件事后 姚春艳也说起来 她是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 我对我自己很严格 对我身边的人也很严格 听到她的话 涂磊心中的八卦之火 开始熊熊燃烧 立马发挥了她的老本行 询问起姚春艳有没有男朋友 在了解到她有前男友 并且对对方要求 同样十分严格时 涂磊便开始刨根问底 怎么严格说来听听 我让她去报班去学习 每天就在那糊弄 多忙的事情都要喝 开一瓶酒要喝一喝 然后我就每天都在吵她 然后就吵吵吵 每天都吵个没完 然后就吵散了 姚春艳的话 让涂磊判断出 她喜欢有上进心的男人 随后涂磊便假设性地 给了她一个选择 那如果说你喜欢 特别上进的人的话 那立浩阳飞你莫属啊 就一心想着事业 但是她呢 可能没有时间雇家庭 这样的男人你可以要吗 不要 我要一个雇家庭 又要雇事业的 姚春艳的话证明了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 而她的话让现场众人 再次明白了 她的要求有多高 那我真的是很想知道 这个女生到底喜欢 我们企业家当中的哪一位 你要求这么严格 谁有这样的殊荣呢 听见涂磊的疑问 姚春艳也不再藏着掖着 直言她今天 就是冲着翠生生来的 并且还提前对企业 做了一份详细的调查 调查结果是什么 调查结果是 您的电商平台 应该说还没开 并且您的天猫平台 给代理商了 对 是的 但是她做的并不好 并且她的价格 都标的都是乱的 根本都不符合市场需求 我已经为 就是为翠生生 做了一份调查 之后工作人员 将调查报告 交给了众位老板 所有人都对 姚春艳的做法 表示很满意 面对老板们的夸赞 姚春艳并没有飘飘然 她表示虽然之前 在天猫京东 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在的她依然是从零开始 现在是推销促销 营销和品牌的时代 而不是说你做一个促销 或者做一个什么 就怎么样了 所以说你以前做得怎么样 那是以前 那以后现在时代发展得很快 所以现在扣以前 没有什么用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以后 能做什么才是这样的 姚春艳的话 让老板们对她非常满意 脆声声的李总 更是表示 她现在需要这样一位人才 之后 涂磊问起了 姚春艳的期望薪资 当她说出一万二时 之前还在夸赞 她的丽浩阳提出了质疑 你这写的不是一万吗 怎么大家一说你好 你突然标价了 虽然姚春艳之前 已经展现出了谦虚和能力 但还是招来了 丽浩阳的质疑 然而她可能忘了 这是一个彪悍的妹子 当场就遭到了 姚春艳的回怼 当时我是写的一万 当时我现在 刘春艳的话 直接把丽浩阳说了 场上的吃瓜老板们 纷纷幸灾乐祸的鼓掌 丽浩阳看见姚春艳如此强势 只能说她这是不讲理 但姚春艳同样没有惯着她 丽浩阳多少是有点双标了 前面还夸赞姚春艳 有资格对前男友很 后面又说人家不讲理 合着横竖都是她有理 不过这妹子登上节目 也是早有准备的 我今天我已经预想到 你会为难我 因为丽总我早就说过 她会说我学历低 或者说我怎么样 今天我已经早就想到了 她肯定会拿一个什么来为难我 果然如此 对 眼见姚春艳早有准备 丽浩阳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跟姚春艳摊牌 单刀直入地问她 你能让公司业绩提升多少 提高目标吗 你能提高多少 那这个看公司的投入力度 和公司做需要什么的策略 我才能过出来 你就讲投入力度吗 如果给你 那我现在我没有后台 我怎么跟您讲 我现在我没有数据 我怎么讲 你给个plan A plan B 就是说我投多少 我现在没有后台 我没有具体的数据调查 这只是我从前台调查出来的一部分 所以你一万二空口说的是吧 我一万二不是空口说 我现在就 现在我的老板就给我一万二 要不为啥说 姚春艳世纪里程之后的 又一个求职王者 以丽浩阳那强势的性格 很少有人能把她按在地上摩擦 而一旁看戏许久的徒雷 眼看丽浩阳落入下风 强势加入战局力挺姚春艳 哎 他真的很冷静 特别棒 啊 凭什么你问我 我都是前台调查的数据 我都不知道后台的数据 对 我也不知道公司要投入多少 对 你让我怎么回答 非常对 有理有据 有 对死了他 眼看遭到众人针对 一向强势的丽浩阳不甘落败 继续嘴硬的跟姚春艳杠了起来 如果我是拿一万二的一个人 在我们公司 我一定会给一个plan A plan B 给这个企业 你是要做电商的负责人 是不是 我做电商的负责人 我要一万二 我觉得值 换结我不去你那公司 妹子这句话说的没毛病 姚丽浩阳再次对得哑口无言 无奈的她只能用情商低来攻击姚春艳 没想到姚春艳的一句话 彻底让她无话可说 这一局下来丽浩阳完败 但图磊一直都是看热闹不闲事大 他想让姚春艳说一下 丽浩阳需要改进哪些地方 其料姚春艳这时已经缓过神来 当即谦虚地表示 自己是来节目上寻求改变的 希望丽浩阳为他提出改进的建议 但图磊和场上的老板 一再坚持让姚春艳说一下丽浩阳 姚春艳只能无奈地说出了 几条重肯的建议 而丽浩阳这次也没有提出反驳 这时长上的硝烟才逐渐散去 随后图磊指挥节目 按正常流程走完 姚春艳也如愿以偿地 拿到一万二的薪资 进入翠生生